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附近 从青州回来后 夫君就有些奇怪 要是没有我 你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夫君要去哪儿 没有要去哪儿 就是回来的路上 做了一场噩梦 望见自己离开了 留下你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放心吧 梦都是反的 再说了 留下我一个人 我又不孤单 还有那么多生意 等着我操持呢 有了生意 其他的都不要了 那位书生说得对 什么三从四得 像我这种自历更生的女子 才是最值得称颂的 你倒是还想着她 是不是可惜了 她没有把你的瓷盘买走啊 哦 瓷盘 这瓷盘到底还是酥了些 不如夫君提首诗 这样 承认吧 夫君 你就是喜欢这个瓷盘 因此才会百般阻挠我生意 既然夫君留下了印记 又何必再找别的买家 不如就留下来 放在家里做装饰 留下吧 终于承认了 那放哪儿好呢 放在哪里都好 只要是留在这个家里 都可以 远唐 从今往后 你想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不会阻拦你 那我想做什么事都可以吗 当然 我都不会阻拦你 我都不想做什么事都可以 能够阻击得到我 如果我都没有人 都不会阻止了 我都不会阻止你 随意 我都不会阻止了 嗯 好 剪刀太奔重了 你的手伤也没有完全好 回来吧 多谢父亲 我正好有件事情 有跟你说 我也想跟你说件事 那你先说吧 我跟你说的这件事情 可能跟 怀阳王有关系 怎么了 你想说的是 和怀阳王纳妾有关吧 你是 想到了什么还是 听说了什么 这件事情 我已经全了解清楚了 你 你 怎么想的 怀阳王 就是一个烂情的混账 你若是这么说 我没什么可辩驳的 但是夫人这件事情 她 你不要再替她开脱了 人家贺珍 是那么好的一个女子 家境也殷实 人又冰雪聪明 为什么要眼巴巴地 去给她做妾呀 贺珍说 怀阳王在她年少的时候 救过她 可就见过那一次 往后再也没有过 相处的时光 又怎么知道 她人品到底如何 又是否值得托付 她的事 何况 我之前 在河岸边见过她 那王爷 榜大腰圆 颇有年岁 而且眼神中 还透露着狠力 夫人 那她如果 如我这般年纪 也不绑大腰圆 夫人意下如何 那若是年岁相当 冒比攀安 那就更得擦亮眼睛了 看看是不是自己 被美色所吸引 才要眼巴巴地 去给人做妾 我就是怕那个怀阳王 他不是什么正经人 欺负了贺珍 给人家空留了幻想 最终悟了人家终身 夫人哪 我这是越想越生气 谁要给她做妾呀 这是倒了八辈子没